我验他 你越数落对方不好不好不好 对方越不会修行 妈妈每天骂我 我干脆做流氓 所以各位 儿子不好是妈妈念出来的 老公病死是老婆念出来的 听得懂吗 这位徒弟叛变是师父骂出来的 是你制造的 要了解吗 所以那你要倒过来倒过来做 我们现在学佛了 不好会变成好 因为不好的本体就是好 你要这样去看待对方 有一个故事说 各位都听过了 有五个人在同一个地方修行 结果彼此猜忌 大家都合不来 他们都觉得很苦啊 这下离开 后来他们 他们五个人去拜访一个山洞的老菩萨 山洞的老菩萨看到了 哎呦 里面里面有一个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这下回去不一样 开始在猜哪一个是文殊菩萨 意思说那他们就和和了 因为你开始去找对方的优点 可能这个是文殊菩萨 我们不能对他不客气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的内心先恢复 恢复那种圆满 圆满 就像我要出家以前老实说 我对我过去的同修 我还没有学佛以前对他很不好 因为我这个人忙着去外面玩 后来我学佛了我有惭愧心 然后我甚至是想要出家了 所以我把他供起来像皇后一样的 像公主一样的对他好 那对他好里面当然我有表达 我一定会出家这样而已 但是我真的是对他很好 那这个好目的干嘛 让他心里面保持对我的一个圆满 因为我下辈子还要碰到他的 因为我不能舍弃他 我不接着说我会跟他结婚 那是我一定要让他留一个好 我将来才能够再度他 而不能让他有一个坏的观念 对不对 他下辈子看到我恨我 那我还问 他恨我我就成不了佛 所以各位 那当然听起来好像很危险 那这个也不是 这个就是你发菩提心 就要留一个善缘 去度对方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有心想要 假设说出家或是说没有 你想发菩提心 那你现在要用你最大的力量 对你的爸爸妈妈亲戚朋友 同事都要很好 你只管对了很好就对了了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 我原来什么叫佛菩萨的心 虽然我现在对你 对不了你 但是我是可以对你好 关心你 那自然那个因缘就会承受 这一点是我们可以讲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天对佛这么尊敬 因为你要对佛的这种供养 拿来对众生供养 所以我经常开个玩笑 各位这次受接回去 你要拿个沙发叫你老公做好 准备好四供养你做好 我对你做大供养 我会天天如此 你老公说你最好三个月去受一次 所以各位这个就是佛法 不要看对方的缺点 你尽你的可能对对方好 对方就会改变 对不对 太洋芋出来冰块的融化 不但你自己的我之融化了 对方的我之也融化掉了 因为你用菩提心 用佛心 用佛心看众生 对方就是佛 那这就是佛教的方法 那各位你要相信 这个恶法门千万不要站到世界 不行 这个人我对他笑 那个人我对他不要笑 怎么样怎么样 老实说像我的经验 我有时候我很少去参加 在外面开会 我也没时间 也不喜欢去 但是往往他们去开会 我最讨厌的都坐在我旁边 这就是佛菩萨安排 就是因为坐在我旁边 大众嘛 所以我一定要对他客气 我一定要替他夹菜 替他短水 对他很好 所以这次去有一个法师 他跟我再去三天 在世界佛教青年会开会 他就说 海盗法师 我要给你讲个真话 我说 什么事 我以前有一天讨厌你 你很尊贵 一直说我很臭屁 我说 是吗 我这样 他说 我看这三天好像不会啊 他就讲了一段姻缘给我听 他说在十几年前 有人 因为我在办电视台 他要做什么推广 他找了信徒找我 要跟我见面 结果他在那边等了我两个钟头 我没去 然后呢 那个信徒也说 那四点好了 又再等我两个钟头 四个钟头 在那边等我 后来很生气就走 原来这个人这么神气 骄傲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没人跟我讲 我就老实说 法师真的没人跟我讲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差点给他跪下去 所以后来他在外面碰到我 他就对我很不屑 所以我说 奇怪 那位法师怎么看到我 这么讨厌 上辈子对不起他 这一次 我去那边 反正他就坐在我旁边 而且只有他讲中文 其他都讲英文 我只能跟他讲话 所以他也只能跟我讲话 不知道我们两个人要干嘛 这个叫音乐 后来就跟他对他很好 一阵空间和尚 赞叹他 随喜他 他高兴得不得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这个人只是尽力 对不对 所以他结果讲了一个心理的话 后来他跟我讲话又不一样 他本来不跟我讲话了之前 现在一看到我就一直跟我讲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很关心我 管我 他说上辈子他是你师兄 很爱你这个师弟 所以他就会 你要注意身体 一直跟我讲 因为这样 关系就改变了 所以我想 佛教里面很不可思议 所以往往你会碰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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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的住院 但是你不能用既定的思想去对他 像我这个人有福报 我就可以知道一些因果 所以听 像这一次有泰国有位法师 对我也很客气 你要来 他搬了 他的导弹很大很大 他年纪比我轻 叫我去他房间休息 跟我讲了很多 后来我想 这个人是谁 对我还不错 我对他没什么感觉 对我很不错 后来我问咱俊 师父 那是你儿子 我说怪不得了 对我那么好 对我那么好 但我对他有一个特殊感觉 我知道他对我很好 这样 所以 因为这个就是素食因缘 所以老实说 就像这一次大家来这边 来九天十天 有没有因缘 有 所以你对厨房的 对这些外面的工作 都要很好 都要很好 你只要碰到 那些海鸥天天来找我们 他对我们很好的 你每天看到他 你要想办法 我能够给他什么 对不对 给他食物 为无形众生做焉工 你要一直想办法 因为你知道你要离开 像那天这样 第一天来是出生 最后一天来是死亡 我们要去投胎 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父母 家里 所以这边的一花一草一木 水都是我们的家 都是我们应该用尽全力去观怀 去转化他们 去供养他们 所以我现在就 每一样这种思想 不管走到哪里 三天也好 一天也好 都是我要尽力的对象 因为以后再有因缘 那就要等好久了 要竖结这个善缘 好 昨天我们听了 展讲法师 展示法师 展见法师 展观法师讲 出家因缘 好不好听 好听 特别他们两位 地球尼 生命真快乐 真单纯 没有什么痛苦 简单的说就是放下世俗 不要在night to five上班 对不对 父母的助言 就让他去出家了 出家他们讲 我们要发菩提心 他们已经做到佛教的重点 放下世俗 为众生发菩提心 他们已经做到重点了 没有问题了 所以阿底小尊者所讲的真理 就是两个句话 他讲 放下世俗 修菩提心 就是这样而已 世间的东西不要太在乎 因为解决不完 而且那是一种偿还夜报 有没有意义 所以了解他的真相 我们最主要是 要修菩提心 要走路成佛之道 那你用菩提心 一定世俗的都会关怀得很好 就像我出家了 老师我自己也知道 出家以后 在照顾全家的点点滴滴的 用物质也好 用钱也好 用心也好 我们出家才会真实去做 因为你出家了 你就是想要关心全家 以关心全家的心态 去关心所有所有的众生 就是 就像我记得我出家一年半 有一次中秋节 我过去的太太 跑来找我 中秋节背事情 她就跑来找我 第一件事情 我问你有沒有想我 你有没有想我 就问这个而已 我已经出家一年半了 我说当然有啊 我天天回向给你 没有一天不回向的 我讲的是死后 我从没骗她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祝愿吧 所以就像我对我妈妈 太太 哥哥 弟弟 小孩 过去的同事们 跟我一起在工作的 我都是天天回向 因为对我来讲 并不会花时间 但是我们修菩萨道 有一个重点来 不舍弃众生 不舍弃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圆满会一张大合照 我就会放的 那个是我的佛堂 我要回向给各位 我不能忘记各位 所以 你要把你的心开始 开始跨 你会说 那这样要花很多心 不会的 因为佛性是 无限的保障 如意保 你想什么都埋怨的 所以 你可以回向给一亿个众生 你可以同时关心一亿个众生 百千万亿的众生 这一点都不麻烦的 不像你用世间法说 我没有力气再去关心你了 不会的 但是你一定要这样练习 一开始你会觉得 有一点不自然 你要特别再练一次 但是后来你会觉得 这很自然 因为它很自然 就像你有一颗心 那有一万个众生 也就是说 你有一颗心 有一亿杯杯子 杯子里面本来就有水 有众生就有福星 所以这个光一定会 一定会跑到杯子里面去的 就一点都 一点都不麻烦了 这个跟你 你只要永远在 那你百千万亿的杯子 就百千万亿的饭 在这里面 这是一定的 那反而让我们更圆满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 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明以食为天 感恩食物经过 诸多因缘而诞生 我们可以以食共佛 我们可以以食共僧 我们更可以以食下施 一年很快来到了 炎热的七月中旬 七月在台湾一般人讲 中原普度 佛教则称为余兰盆法会 今天带各位菩萨大德 来了解法会的殊胜 随着佛像的抵达 将迎来一年一度的 南区联合 举办中原孝亲报恩 大蒙山慈悲诗诗法会 佛像代表佛 所以拜佛像就是拜佛 师姐专注指挥 台上的师兄姐们合理 务必让佛像正坐于 坛城正中央 庄严道场 一点也不马虎 在场地的另一边 看到的是十方法界坛城 你请战眼法师来为我们介绍十方法界 我们在